歡迎再次回到我們獨立在線節目的現場 我們今天跟大家一樣來跟公民行動 已經記錄資料庫的娟如一起來連線 娟如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娟如今天要告訴我們什麼樣的重要社會運動的消息呢 今天要跟大家講的這個議題 相信大家在各大媒體都有看到 就是官場工人的案子 目前宣布是勝訴 也就是勞委會在兩年前開始花了2056萬的訴訟費 2000多萬 告了548個官場工人 要求他們來返還這17年前 政府代位求償給這些工人的費用 這些工人都覺得這是他們的資遣費跟退休金 那勞委會其實大約要討回的呢也是兩三千萬 就等於你花了兩千多萬去討回這個兩千多萬喔 那在3月7號的時候呢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已經先就官場工人 五件案子來做出這個判決 那官場工人是勝訴的 那在3年後3月10號呢 勞動部也已經宣布全面撤稿 這樣子看起來其實有點不太懂 感覺這個勞動部 勞委會或是我們的政府機關 好像在繞圈圈然後白忙了一場 也不知道他們到底為誰而忙 為何而忙喔 可不可以請娟如詳細 要告訴我們這一次的判決的內容 判決的結果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剛開始勞委會呢 就現在勞動部在告這個官場工人 是用這個民間的案件去告的喔 那其實很多官場工人認為 這個是跟政府之間的這個貸款的契約 其實應該是公法 所以呢這次判決的詳細內容呢 這個法院判決官場工人 其實就是一個公法的爭議 那勞委會主張的這個貸款契約的請求權呢 其實在95年就已經失效了 他是有一個有實現的追溯期 所以呢判定這個 勞委會是不能向官場工人 再追討這一批備用喔 那官場工人這兩年的抗爭呢 在這個現在好像得到了一個勝訴的結果 可是現場其實大家並沒有很開心 因為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官場工人並不認為這是跟政府借錢 而是17年前資方惡意官場 並不給他們支血費跟退休金 17年前抗爭而來的結果 所以這當中的法律的這個 到底是貸款還是借位求償呢 是需要我們去釐清的 嗯這的確是到底是貸款 還是所謂的這個貸位求償 我想這其實從不同的角度 會有不同的看法 而且這個判決好像是以這個民眾 就是所謂的官場工人 當時是跟這個貸款啊 跟政府貸款 但事實上好像又不是這麼回事啊 特別告訴我們這個現場的氣氛 到底是怎麼樣 剛剛特別談到說 其實感覺是想要覺得好像有一點點開心 但是又不是很開心 那個現場的狀況 那種感覺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現場大部分的人 聽到官場工人勝訴的那一刻 他們其實有做了一個勝訴的牌子 那勝訴牌子一揭開 其實現場其實很冷靜一片安靜 那所有人包含這個幫忙官場工人 這些工會幹部呢 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開心哦 反倒是有點悶悶不樂 而在記者會結束之後 大家才可能紛紛的紅了眼眶 覺得好像是真的 因為法院好像還他們一個公道哦 可是其實最大的原因呢 就是這個官場工人當中的 聯福自救會 還有東陵自救會 還有像苗栗的心力職業自救會哦 他們呢帶了他們同事的遺照 也就是說有很多同事呢 在這兩年的抗爭當中 以及被勞委會提告的這個過程當中 是紛紛的離開人世了 所以這些人是永遠不會知道這個勝利 而且勝訴的結果 這的確是對官場工人們 非常大的一個煎熬 特別我們看到很多的 這些官場工人 這些朋友們在這個長期的追討 在這個長期被政府去追討 這個所謂的這個錢的這種狀況之下 其實不斷的抗議 不斷的疲勞與奔命哦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折磨 我不曉得這個官場工人們 是不是能夠接受這樣的一個判決 其實對這個還沒有釐清 到底是貸款還是貸位求償的這個結果 這個勝訴的結果 雖然他們並不滿意 但是尚可接受 因為他們這個年紀都已經大了 再抗爭下去其實身體也受不了 那勞動部雖然在3月10號已經 宣佈全面撤告 但是呢 其實就他們新聞稿 或是他們的發表 勞動部長潘世偉發表的言論來看 其實他們並不覺得這是他們的錯 所以他們也沒有要跟官場工人道歉的意思 所以呢 這些五六十歲的年長工人呢 其實在被告的這過程當中 他們看不懂這些法律文書 那這些訴訟過程對他們來說是非常的吃力 那他們又要上街 包括我們知道他們有握鬼 或者是其實在17年前 他們也曾經握鬼 等於是人生當中兩度握鬼 那我剛提到有一些已經離世的這個官場工人 這些人是帶著被老委會污名欠錢不還的 這個遺憾來離開人世 所以有些人在往生之前 其實心裡還是念念 心念的說我要怎麼還這筆錢呢 那那個官場工人其實不只是他們自己被告 其實包括他們的保證人 以及他們自己家裡的親人 都被老委會提告 所以剛剛提到說告了500多個人 其實包括他們的親人以外 其實告了有上千個人 其實造成百姓這樣的如此的不安寧 老委會也就是現在勞動部 要負最大的責任 所以官場工人連線在這邊 在當天記者會也要求潘世偉要出面道歉 來承認這個錯誤 他已經癌症走了 他本來在龍總做化療 結果還是不敵 然後你看又要憂心抗爭的事情 然後又要想他的身體 雙層龍的打擊 他已經不幸在上個月走 我想潘世偉應該在心裡面上 應該會有一些五味雜陳 特別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知道官場工人 其實在勞委會 就是現在勞動部之前去上吊 然後同時也這個臥軌 甚至在勞動部勞委會之前 其實有非常長的一段絕食的時間 可是當時我們看到了 我們相關的勞政機關幾乎是不聞不問 那這個判決的結果 雖然官場工人不滿意 但是可以接受 那勞動部的這個反應到底是什麼呢 潘世偉的反應又是什麼呢 勞動部長潘世偉他有說明 決定這個全面撤告呢 是鑑於維護社會和諧 避免浪費訴訟資源 剛剛有提到已經花了兩千多萬 但是呢 就是還是沒有就這筆錢 到底是政府補貼官場工人的津貼 還是說官場工人跟政府來借錢 這個貸款性質來釐清 所以好像變得說 在法律上的定位 官場工人的確好像是借貸借錢 那是因為勞動部做的追溯時效 才不得挑戰 這對官場工人來說 其實是他們是不能接受 他們認為這個是代位求償 而且我們也看到 像政府對資方其實一點動作也沒有 這樣的一個說法 就是剛剛潘世偉的說法 是一種維護社會和諧 避免浪費訴訟資源 很顯然的 並沒有對這是不是一個貸款 或是一個勞動 是所謂的代位求償 或者是說其實對於所謂的 勞動部這些政府官員 他就覺得這是一個貸款案 只是他已經過了那個 所謂的追溯的期限 而且過去真的花了太多的錢 我覺得這根本就是一個 打迷糊仗的這種做法 都不敢真正的去面對 當時曾經官場工人所做的這個承諾 那接下來 當然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這個勞動部的一些反應 那法院呢 法院會有其接下來的 這個相關的動作嗎 雖然這個勞動部已經說了 全面撤高 但是政府完全沒有像 目前沒有像資方 資方好像沒有負到什麼責任 也沒有站在維護勞工權益 因為我們看到 勞委會是向官場工人要錢 那勞動部認為這個代位求償 是沒有法源依據 所以他們也是希望求助 這個司法途徑來釐清真相 所以日前呢 其實像我們知道這個判決 是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判決 那日前台中的高等行政法院呢 申請了這個大法官的統一解釋 因為官場工人案子 是遍布新北台中跟苗栗 那這個台中大法官統一解釋 是希望來 可能他們還沒有做出解釋 但是如果要釐清這個是借錢 還是津貼的話 對於官場工人來說 這樣才是真的解決 所以我們可以期待之後 可能會有什麼樣的 一個大法官的解釋出來 對所以當時到底政府是怎麼承諾的 政府的承諾是不是真的有效 我想這是一個 必須進一步再去釐清的一個議題 那當然 雖然這個勞動部撤告也表達 不要再繼續的去這個提出訴訟 那撤告之後這些官場工人 就真的能夠安心嗎 那過去也曾經有一大筆錢 其實是已經繳交回去了 這筆錢還能夠拿得到嗎 其實當天這個義務律師曾薇凱說 這件事情還沒有完全結束 原因就在於 官場工人這兩年的抗爭 還有十個人是因為這個臥鬼案 等著要被起訴 那他們也即將開庭 那面對可能是六個月以上的 這個有期徒刑 那另外還有像 工會的 淘丹總的前理事長毛正非 有因為這個丟雞蛋入獄20天 另外還有像非典工作坊的林子文 也有因為這個28條修法 凱盜的這個 抗爭行動呢 來入獄50天 其實像類似的抗爭 然後而且造成這個入獄的結果 其實都是為了討回 官場工人的正義 那百姓其實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那在之前其實已經有些官場工人 已經把錢給勞委會了 這筆錢會再還給這些官場工人嗎 那另外一方面 即使是官場工人 他其實是很多很多的這些工廠 工廠過去官場所聯合起來的一些 這個連結性的這種組織 可是一個更大的問題是在於 背後我們在節目當中 也多次的跟大家談到在勞基法 第28條的這個修法 那這個勞基法28條修法 該怎麼樣持續的進行 勞動的相關團體 我們這些勞團有沒有什麼一些 意應或者是後續的行動呢 其實我們就這次 官場工人的勝訴結果 我們知道勞動部呢 有一部分是會退還這個官場工人的還款 但是並不是全面哦 對於2004年前還款的有400多位的工人 勞動部就不會返還 因為勞動部認為這是沒有過追溯期 所以這些已經還錢的工人 就等於就是真的把錢丟出去哦 那對官場工人來說 這並不是全面的正義哦 那我們看到官場工人並不是一個個案 近年還有像華龍退休的員工 他們也沒有拿到他們的退休金 還有另外像太子汽車 有一些歇業的員工至今也還在抗爭 非常的倒楣哦 因為這些老闆跑到台灣 跑到國外 那所以他們也都完全不管這些員工 所以這些官場工人連線 以及一些工業團體 他們認為還要從根源去解決 所以他們認為修這個勞基法 第28條主要就是擴大電廠 到這個退休金跟資遣費 要讓這些資方 在一開始就把這些費用給留下來 留給這些員工 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源 的確我想這都是個案 但是他也不是個案 因為其實在台灣 這個根本在法令的問題 特別是勞基法第28條的問題 如果不能夠全面解決的話 這些問題其實還會再發生 而且不是每一個個案 就像剛剛捐路提到 他都是過了追溯期 追溯期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勞動法令 其實是對於資方的非常過度的偏袒 而對於勞工 對這些勞動者的保障 其實是非常非常少的 我們也期望這個事情 當然不能夠就此了結 應該要繼續的在法令上面 也希望我們的民眾來更關心 在法令上面修法的這一個部分 今天非常謝謝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 或者捐路來跟我們一起聯繫 我們下禮拜再來跟公庫 一起來做所謂的台灣社會運動的 最重要的一個新聞的報導 謝謝公庫 謝謝捐路 謝謝拜拜 到底這個爛探子何時才能了結 這根本是一個非常荒唐的事情 各位聽眾大家好 歡迎收聽燦爛時光 我是主持人怡秀 這裡是獨立在線 首先讓我們來關心 廢除核四保護家園相關議題 3月8號廢核大遊行 近13萬人民站出來反對核四 雖然比不上去年 但綠色聯盟秘書長崔素欣認為 廢核遊行到今年還能夠有如此成績 表示民間廢核力量的延續與累積 已經到一定程度 因此雖然今年核四公投的提案 走不出立法院 行政院又再度轉回由官方片面決定 掌握核四運作騎乘的狀態 但再一次的全國廢核大遊行 將成為廢核力量再出發的星期點 接下來是全國官場工人連線相關議題 3月7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就五個個案判定官場工人勝訴後 勞委會也在3月10號宣布 主動撤回目前上載訴訟中的案件 而對於2012年勞委會追討債務後 償還的勞工 勞動部也會將以償還的金額全數返回 但勞動部部長潘世偉 並沒有對當年這筆錢是津貼 或貸款性質進一步說明 全關聯成員陳秀蓮指出 勞動部今天的決定 代表政府承認對工人心送是錯誤的 他要求潘世偉公開向工人道歉 陳秀蓮重申 官場工人案起於17年前資方惡性倒閉 而政府無能解決 迫使工人握軌抗爭 才爭取到當年勞委會以貸款名義 償還工人的資遣費與退休金 因此 全關聯將持續監督勞動部 要求勞動基準法第28條修法 最後是國道收費員工作權相關抗議事件 500多名前國道收費員在3月11號前往交通部抗議 他們認為高工局的勞資協調過程草率 不滿協調後的資遣條件 要求重啟協商 而至今轉職成功的收費員不到三分之一 許多人都處於失業狀態 他們也訴求遠通應盡速處理轉職事宜 返還他們的工作權 高工局主任秘書鄭崇斌表示 協調結果是寄存的法律狀態 除非經法律程序認定無效才可能重啟 而在下午立法院召開的公聽會中 勞動部勞動關係司科長黃奇雅 則承諾將在3月底前 交集交通部遠通電收 與自救會再起協商 以上新聞是由陳怡秀編輯播報 感謝您的收聽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